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我們的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節目 我們今天其實要來談的就是 防癌無保幣 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 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正確飲食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上班族 通常都在吃些什麼呢 GO! 會美姐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我們同事的便當如何 好不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 這是我們最常見的雞腿便當 而且這個還蠻豐富的耶 那就一個整體性來看 它還蠻均衡 還算均衡 只是說如果說 女性的攝取的時候 可能像米飯 還有那個膠麻雞腿的份量 要稍微解決一下 那至於說這個沾價 要不要淋 那就看你的狀況 如果說你需要控制體重的 我會建議那個沾價 真的就是沾 而不是整個淋上去再來吃 這樣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要給它一個讚 或是一個哭臉的話 你覺得你要怎麼給它 這個應該說 如果就一餐來講 也讚 也哭 因為 嘿 對 等一下會看到別的餐點的時候 我們再來說 為什麼給這樣子 就可以有所比較了 這個看起來就非常的健康 它還是五穀米 它這是自助餐 然後呢 居然還有非常多豐富的點心 對 蛋白質好像很厲害 紫米 紅豆湯 紅豆水 那這相對於 在餐點裡頭 我們講的是 加屬於碳水化合物 那碳水化物 如果扣服這個 沒有豆漿的話 這個 可能要再 搭配一個哭臉 那因為有加了豆漿以後 這個哭臉 我就被把它取掉 取代掉 對 那 剛剛我們留一個伏筆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 我給它有一個哭臉 這一餐 蠻可惜的 缺了水果 像這個呢 也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訂 通常都是一個set 這一餐來講的話 一個男生一定吃不飽 因為碳水化合物太少 他說在他的所謂的 沙拉裡頭 就可能馬鈴薯沙拉 可以算一點 主食類 澱粉類 然後玉米 也是主食類 澱粉類 可以增加一些飽足感 可是相較之下 他的所謂蔬菜 的量還是不太夠 這個地瓜 薯條算不算 也是主食碳水化合物 蠻可惜 也就是油炸 不能常吃 因為如果你沒有在家這個 真的一個男生 只是吃一個沙拉裡頭的 馬鈴薯加玉米 或者是那個漢堡包 他的碳水化到股食類 不太夠 會餓肚子 與其餓肚子 待會兒又可能亂抓東西 來吃 還不如在餐點的時候 就幫他設定一下 所以如果說 這是屬於午餐的時候 那晚餐 請就不要再吃炒飯了 就是白米飯去搭配其他的餐食 會更飽 所以這個也是 勉強 稍微可能還是苦臉一下 因為油脂比例相對的一定比較高 那我們這一個呢 其實是滷味 還有水果 然後滷味裡面好像有 黃子麵啊 豬肉啊 還有紅蘿蔔跟蔬菜 是 那這個來講的時候 也是所謂藕一為之 藕一為之 感覺它也很均衡啊 是 好像 我們講的 我們餐點 你要是不太會設計 起碼三個主題 吃得飽的 澱粉類的 然後有營養的 蛋白質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身體調節 比較重要的 蔬菜跟水果 這三個主要大象把它調配進去 大致上 你要得分 應該也有到六十分啦 但是蠻可惜的 看它的豬肉 有大概三分之一是在肥的 所以我才說偶一為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泡麵類的食物 苦化程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說 例如說有的人血糖控制 比較不好 或者說 我明明吃的沒有人家多 為什麼我體重比較多 因為苦化程度高的食物 有些時候 你可能就是 比較容易肚子餓 對 方向不是太離譜 所以這個 可以給它 還不錯 但是裡頭帶著那個 地雷 還是要避免一下 這個其實是素食 就是 完全是Vegetarian的 一個素菜 素 對 但是它也是一個根麵 是 其實我們套一下剛剛講的 有沒有 主食有麵 有素根 蛋白質 然後呢 木耳 雖然也有素材 可是都是屬於 比如說像素根的量 可能就不太夠 然後蔬菜的量 一定是絕對不夠的 然後再這樣 沒有水果的搭配 所以這個蠻地雷的 是 開玩笑講 如果 如果你今天 沒有那個口袋 經濟的壓力 你的選擇裡頭 當然這兩個 可以OK的 比較OK的 那這個是 如果說這個 隔天可以吃 這個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吃一次 那其他的 像這兩個 能夠的話 一個月吃一次 嗯 頻率把它拉長 我們 偶爾也要解饞一下 對 會不會有什麼都不吃 對不對 是 如果告訴你什麼都不吃 你可能 會有月子 這樣子 兩手一攤 就是說 我配合不了 那與其這樣告訴你說 這個為什麼要 把它拉長距離 可能對你們影響 會比較 不要那麼密集 對 的距離做一個影響 對 下一部分我們來看看 就應該要怎麼知道 我們可以怎麼吃 OK